哈囉,你好,我是萊斯 歡迎來到萊斯新電報第38期 相信有不少人已經從粉絲團中知道了 小弟我呢?不小心的把腳給摔了 腳掌鼓裂開,行走不便 所以G8電玩展的聚會計畫可能會有點問題 如果下一周康復的狀況不錯 會另外再退局實況和粉絲團公佈 那大家一定是很好奇 廣告拍著拍著怎麼會拍一段腿了呢? 好險真的是最後一顆鏡頭才出事 不幸中的大幸 馬上讓大家看看我們這次的新廣告作品 四年一載 令人熱血沸騰的賽事拉開序幕 而這份感動 似乎都只是昆花一現 今年 我決定要將這份感動 承接下去 每四年一度的賽事即將開始 來自首度登場 他看起來好像遇到了一些狀況啊 怎麼動不了我的腳 他看向了他的手把 哇 掛出去了啦 他終於動起來啦 這個大腳 這個大腳有沒有機會 有沒有機會 又這麼一球 天啊 太漂亮了 我的天 現在來到了賽事的尾聲 來自停下了腳步 難道 他要開始使用傳說中的那一招了嗎 他躺下來了 啊啊 內瑪爾滾 這邊剛剛不小心 按錯了一個劍 居然變成了內瑪爾滾 啪 剩下最後 不到一分鐘的時間 萊斯究竟還有沒有辦法 為團隊拿下最後一份的勝利呢 萊斯 欸!裁判吹哨了 這邊現場似乎出了一點狀況喔 萊斯似乎對剛剛那一球好像有一點意見喔 沒有想到裁判在這裡居然給出了一張黃牌 黃...黃標? 這個判定的標準到底是什麼啊 為什麼這支影片會被黃標呢 剛才這一場賽事會成為他的一場 恩...洛洛 誰說一定要等到四年才能齊聚黃昏 只要你想隨時隨地都能夠在XGP上面延續這份感動 超過上百款的PC、XBOX遊戲任你遊玩 還有Football Manager 2023、Viva22等多款足球運動遊戲 12月3號到12月12號在指定官方授權通路 購買XBOX Series S還能夠限責一千元喔 還在等什麼?趕快點擊下方資訊欄連結 加入XGP一起和朋友共享這份熱血情懷 Hit upon your feet this is a shakedown 腳掌超痛 那也不敢說人家假摔 看完了不知道有沒有人發現 哪螢幕是我受傷的畫面呢? 去醫院給醫生看 人家問我說啊這怎麼摔的 還有事故現場影片可以給醫生參考 真的是很酷啊 那這一期新根報首先介紹一下上一期提到的天命區域歸土 這應該算是天命區域主題的番外篇吧 原本看到新聞查的時候還沒有發售日期 以為還會很久 今天在整理遊戲資訊的時候發現 就在下週12月5號 這次他們一改動作角色扮演 把它做成了ROG遊戲 你可以在裡面隨機配置你的天賦、裝備和技能 每次過關都可以學到新的天賦、黃金天賦和新的武學三選一 這一個就等開獎看他們的動作和平衡做得怎麼樣 那這一週其實有不少商業大作出爐 首先是漫威午夜之子 這是由Flexus Games開發 2K於今年的12月3號發售 Flexus是哪一千公司呢? 就是做文明帝國還有99%命中率的XCOM的公司 基本上就是做魔女策略 做戰棋遊戲第一線的遊戲公司 做出來的東西算是有品質保證的 99%命中率也是讓許多玩家津津樂道的話題 自從上一次玩了馬利歐加鳳凰兔子希望之心之後 讓我又稍微重回了一些對戰棋遊戲的信心 看他們的遊戲模式還有結合一點卡牌的概念 遊戲主題又是超級打中我的Marvel Superhero 我一定不會馬上玩 但是如果評價不太差 或是之後XGP有機會會跟2K談到合作 我應該會找時間試試看 不會那麼排斥了 接著是卡利斯波協議 有成木衛士協議 這是由Striking Distance Studios開發 奎將團於今年的12月2號發售 這一款算是本週最強檔的遊戲 備受期待相當久的一款 這是以300年後 敬畏來為背景的第三人稱 恐怖生存冒險遊戲 你扮演的是一個被丟進戒備森嚴的 黑鐵監獄的囚犯JacoBowley 突然之間跟你同球的犯人們 變成怪異的生物 監獄陷入混亂 你為求生存只能想盡辦法要逃離這個可怕的地方 遊戲的特色點在於 提供了五花八門不同的死法 每種死法都還有特別做死亡動畫 就有點像是我們在玩一些 睡前遊戲要你回收戰敗CG那樣 那之前像是古墓騎兵的羅拉死亡 也有類似的方式 而且這次官方透露還會有死亡動畫全收集的獎盃 同時也透露了一輪劇情差不多是12到14個小時 雖然體驗上算是現行劇情 可是依然保有了大量的科學入境和選項 來提高重玩的價值 目前Steam已經開出了成績 拿下了超過500篇的21%大多負評 看起來有機會在今天晚上 衝破首日壓倒性負評的難得成績 我看了一下評論 畫面卡遊戲盾優化糟糕 簡中玩家表示中文積翻配音棒讀 針對遊戲性的評論不多 最大的原因可能是大家還玩不到 可能要等到未來有優化更新之後 才有辦法玩了一款遊戲 下一款5spots 這是由5spots開發 11月5號發售的遊戲 遊戲的內容就是給你兩張圖 讓你看看兩張圖哪邊不一樣 我猜既然叫5spots 應該是要找五個點吧 不是要介紹這支遊戲 只是覺得他真的太猛了 這一個遊戲展示畫面 它居然是拿手機還是相機側拍螢幕 真的假的 你不是做遊戲的嗎 下一款 王國圍攻 由Redcar Limits開發 同公司於晶瑩的12月3號發行EA版 這是一款結合了即時戰略的Rogue塔防遊戲 還帶一點建築的要素 你需要在城鎮內建築起防禦公式 抵擋外族哥布林的進攻 還可以操控英雄 讓他們替你防守要塞據點 英雄還會有自己的等級系統和各種能力 利用他們的技能搭配箭塔防禦公式來擊退對手 在每天結束一波防守之後 還可以拿到卡牌的好禮三選一 看你是要強化你的步兵和各種單位 還是加速生產增加可以蓋的建築種類等等 每一場戰役中你獲得的金幣 也可以拿來抽卡增加新的爭議 科技來強化往後的戰役 簡單來講就是結合了即時戰略 空兵玩英雄的塔防Rogue遊戲 下一款矮人天空要塞 由Hacker the Publisher開發 今年的12月1號發行 單日評價是數量很少的94%好評率 開出個不錯的成績 原價288上市9折優惠只要244省了44塊 這款和王國圍攻一樣 是一款結合卡牌要素的塔防遊戲 你扮演的是一個矮人稱暴的巫師 每天晚上都會有各種生物來襲擊你的城堡 看評論表示 遊戲是屬於關卡制度 有主線和挑戰兩種 那應該並不算是一般的隨機Rogue模式 你要操控矮人去獲取資源建造城堡 所有的動作都是需要卡牌才能進行 你可以利用矮人來建造房間 也可以請他們來製作裝備 再讓他們拿起裝備來御敵 遊戲還有天氣系統 會影響到你法術施放的效果 如果下雨了房間會積水 被放火了房間火勢會蔓延 而且敵對的巫師也會改變天氣 想要解決也是需要手上有對應的卡片 和前一款基礎設定上 差異最大的大概是沒有RTS控兵的要素 下一款 Assassin Creed刺客教條 維京紀元 由育碧蒙特隆開發 育碧於2020年的11月10號發行 今年12月7號 從Ubisoft移植到了Steam版本 應該不是吧 我猜應該是跟以前一樣 雖然是在Steam上面販售 最後還是會要求連到Ubisoft 那遊戲我個人是蠻喜歡的 也是刺客教條三部曲的最後一部 這次講的是維京時期刺客的故事 在透過執行儀式之後 也可以讓主角轉到北歐神話的英靈店去冒險 大家千萬別忘了 趕快把握這個機會買原價 如果你一個疏忽一個閃神 一個不注意 遊戲也會悄悄的打折 屆時你想要買原價遊戲都困難 那遊戲絕對是可以玩的 重點是要花多少錢玩 尤其是前段時間XGP已經有把錢做上架 說不定這一次 也是等沒有多久 就可以在XGP上面玩到訂閱版 下一款 易仙牌 由末日工作室開發 Gamera Games於今年的12月7號發行EA版 那這個之前在新品節的時候有玩過 一個結合了一點自首級概念的 修正系卡牌構築遊戲 那每次戰鬥結束之後 會抽到一組新的卡牌 那如果有抽到三張一樣的 就可以把現有的卡牌技能升級 那我印象之前玩的時候 有一個我不太喜歡的缺點 可是時間有點過得太久 我想不起來缺點在哪 由於是比較偏向修正武俠題材 在卡牌、劍術的連動上面 算是蠻注重的 例如說一套劍法 可以先用A打個開頭 然後連B卡之後C卡收尾這樣的概念 之前玩覺得好像還好 可是當初會知道是觀眾推薦 然後有幾個觀眾 也表示覺得很好玩 很期待他的發售 那也有可能是我當時沒有玩到很懂的關係 就期待他發售之後的表現如何 接著介紹一款經典遊戲的強化版 Porto with RTX 傳送門RTX版本 這個是由Light Speed Studios開發 NVIDIA於今年的12月9號發行 那Porto是一款帶有優秀劇情的解謎概念的解謎遊戲 一代的評價是將近10萬篇的98%壓倒性好評 二代則是超過25萬篇的98%壓倒性好評 都非常的猛 也是解謎遊戲中數一數二經典的遊戲 現在NVIDIA特別開發了一個DLC 讓你可以開啟光線追蹤和DLSS3的功能 強化了物理、紋理、材質 也增強了高多邊形模型和4K的解析度 如果沒有玩過Porto的 最近東特快到了 可以等特賣的時候購入 印象都是同版價而已 個人覺得Porto跟The Room 兩款都是天花版等級的解謎遊戲 接著介紹兩款遊戲 第一款叫做Petastor 這是由Omeda Studios開發 同公司於今年的12月1號發行EA版 目前評價是超過600篇的77%大多好評 遊戲售價是673 其中包含了稀有、史詩和傳奇組包 遊戲沒有單賣 要買的時候就要同時購入這些包 設置一款FPS類型的MOBA遊戲 雖然官方說明是FPS 可是看起來好像是第三人稱 我應該沒有玩過這一款 但是我想它應該就是把一般的MOBA遊戲 做成第三人稱的模式 而非大家平常玩到的上帝視角 那這一款沒有中文化 而且也只有提供英文的版本 第二款叫做Puragon The Overprime 這是由Netmarble開發 同公司於今年的12月8號發售EA版 和前面那一款相差了一周 這一款和Pretastor一樣 是TPS類型的MOBA遊戲 為什麼我前面會說我應該沒有玩過 是因為我先前測試的時候 玩的邏輯上應該是這一款 看了一下Pretastor的評價 有不少人提到Puragon 小弟不才 不知道兩款之間有什麼愛恨情仇 總之玩起來的感覺 會有一咪咪像是 直接拿鬥陣的角色來打MOBA的山路 也有奪草叢 騙技能 打野怪升級 Ganker等多種MOBA的遊戲要素 尤其當這種MOBA遊戲變成TPS之後 網路的延遲 技能的施放位置就顯得特別關鍵 技能打得準不準 我覺得難度上應該是比一般上帝視角的MOBA更高 那當初試玩了一兩天 覺得新手體驗蠻差 在完全不知道怎麼買裝備 也不知道對手技能的前提下 完完全全是被壓著打 毫無遊戲體驗感 可能也是因為測試版的人比較少 沒有太多適合我的新手 總之就在這短短的一走 有兩款極為相似的遊戲上架 然後後面這款Puragon還是免費遊戲 就等等看誰鬥贏這樣 那接著有一些遊戲 我們就迅速帶過 首先是EA發行的極速快感 節奧不遜將在12月2號發售 走的是更強調街頭藝術風格的街頭賽車遊戲 關注度超級高 看起來風格概念也都蠻有趣的 殭屍治療實驗室 Zombie Cure Lab 這一款是模擬策略的殖民模擬遊戲 每天會有殭屍來襲 攻擊你的家園 可是你的目的不只是要抵擋殭屍 還要把他們抓起來治療殭屍 有不少經營概念這樣 2005年高評價的榮譽騎士 將在12月7號發售二代 榮譽騎士2 君主 是一款以中世紀為主題 兼具宗教、外交、城市建造的戰略模擬遊戲 你可以從歐洲、北非、部分亞洲中的 200多個王國中選擇一種 而且是即時的策略遊戲 並非回合制 也可以和朋友進行多人連線 那如果殭屍題材的實驗室建造 中古世紀的王國建造都不能夠滿足你 那麼12月8號發售的XSON 則是以太空建造為主題的策略遊戲 你要在有限的資源裡面 建造你的太空基地、管理人口 在好寒無垠的宇宙之中 探索其他的生存者 並且從其他人的機體遺骸中 找尋到更多的物資 經典恐怖潛行遊戲 也將在12月6號發售二代 雖然是驚悚的遊戲 不過畫風並沒有要刻意讓你感到害怕 採用的都是一些比較鮮豔的顏色 官方也表示 這是適合合家一起遊玩的遊戲 在這座小鎮中 每個鄰居都是由AI操控 你需要趁他們不注意的時候 潛行去挖掘他們的秘密 同時一代的售價現在打2折 只要同滿價8的7塊 從來沒有玩過的建議可以先從一代入手 最後有一款我私心想給他一點曝光機會 Chain the Echoes 這款光看前3、5秒的畫面 就很吸引我 是一款核心戰鬥為回合制的角色扮演遊戲 很有當初在玩超任 史克威爾公司遊戲的復古感 可惜這款沒有支援中文 看起來真的是滿不錯的 最後的最後 看到一隻遊戲也滿有趣的 Pretty Girls 2048 Strike 我有一段時間有特別喜歡玩2048這種一致遊戲 從畫面上可以看得出來 他在2048的遊戲模式裡面 添加了打怪的概念 把敵人夾在數字中間 當數字碰到之後會扣血 那他們家的遊戲應該都不是黃油 可是我覺得這個概念不錯 整體上說不定可以更強化 加上技能、天賦系統這樣 然後下一款 Hopeless 這是有 這是有一個蒙著眼睛的少女 當著主角的悲傷故事 原本居住在一個平凡的小鎮 因為附近的礦山中發現了黃金 使得礦工和暴徒 迅速的充滿了這個城鎮 而少女的父親 則死於一場礦難 雙眼幾乎失明了你 將如何在充滿暴徒 人性險惡的社會中 度過盛夏的日子呢? 全遊戲幾乎沒有戰鬥 而是著重劇情和探索的2D RPG遊戲 這個修女啊 就差了一個可愛的景環了 你們說是吧 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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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嚴重透露心屁了 驚慌的表情 楚楚可憐啊 最後一款 Touchdown Girls 這一款能用的畫面不多 我趕快講一講 你們自己拿名字去搜尋Steam 我覺得除了眼神不太行以外 建模算得上是不錯 連行也算是亞洲人可以接受的程度 我覺得可能不錯 可以先願望清單觀察的一款遊戲 好啦 那這次幫大家整理出來的這些遊戲 很抱歉 一些策略型、競速型的遊戲 講得很淺 這本來就是我的弱項 看看未來有沒有機會可以強化 那如果這一期都沒有你喜歡的遊戲 想要找一支來玩的話 我能擔保的 傳送門RTX DLC 應該是有機會會打中 遊戲本體就是 非常猛的一支遊戲 便宜又好玩 現在把畫面做到高強化之後 玩起來頭暈的狀況應該會變少 那這期報導的遊戲 有沒有令你特別期待的呢? 像是Touchdown Girls之類的 也歡迎在底下留言讓我們知道 那如果我有露了什麼很猛的遊戲 至少給我們個名字 我們這群單身狗 餵狗查資料 不會嫌麻煩的 那這期的新天報就到這邊 我是萊斯 謝謝你到最後 大家掰掰 拜拜